从当地电视台提供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里是火车箱撞的事故现场 其中一节车箱就卡在另一节车箱上 事故地点发生在印尼西爪哇省首府 万龙的奇卡轮卡车站附近 当地时间清晨六点左右 这辆通勤火车才刚从车站出发 就遭到一辆来自似水的火车撞上 导致列车上伤出轨 目前已经知道有三人死亡多人受伤 事故原因为何 印尼当局也派出调查小组 针对事故展开调查 不过印尼的铁路网因为老化问题 事实上早就事故平成